现在这个情况 你母亲父母满意他吗 我母亲反正我父母 还都是挺开放 但是我家说实话是农村的 其实也没有多少积蓄 我老家嘛那边就占房子 就说现在把这房子占了 给我出个首付 我就一直都没提 我现在也就这几年的事 我就没必要提 反正他还总催我 反正他还总挺像这家里边 就是意思是没有婚房 就是其实现在我 其实是想分手的意思 我感觉 就是省钱省得有点过分 可能也是因为 咱们两个都没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你说 比如说就这个酒吧哪天黄了 你就失业了 你明白吗 你能干嘛呀 我可以去别的酒吧呀 你在酒吧能待一辈子吗 我问你 你在酒吧干什么呀 调酒啊还是做歌手啊 做歌手 酒吧助演是吗 女生现在在酒吧也唱歌是吗 对 我唱歌 她现在就是属于不干了 生活压力很大是吗 女生觉得 对呀 而且我也可以跟她一起 就是攒钱买房子 问题就是现在 大家都无能为力 你觉得吗 就是而且我爸我妈也说了 就是可以给你钱投资创业 她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就让我觉得她不上界 就可能 就你觉得看不到希望跟她在一起 对啊 看 男生怎么考虑的未来 你跟他聊过吗 你跟他说呀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件事 他觉得 他家里条件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说 我显得我特别自卑 我自己心里边想着也就得了 但是就说实话 我学历也不高 我除了酒吧 这个工作就是挣钱还挺快的 别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还挺累的 现在趁年轻 现在多干两年能干的工作 多攒点钱 那以后反正现在也在慢慢考虑 也不是说一点都没考虑 这么大了也不是非常吸引 其实等于一场恋爱谈的 让两个人要面对生活了是吧 对 过去你也没想那么多说 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我不考虑 我唱着就行 对不对 我有工作因吃饱 全家不愁是吧 女生过去是家里的小姐 一场恋爱也谈得要认清 生活是什么了 是吧 是啊 除了爱情 除了风花雪夜 还有非常现实的面包 是吧 这就都活得落地了 一落地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刚才上来以后 用很抱怨的方式 抱怨了他很多 你告诉我一句心里话 你还爱他吗 不爱他能来这儿吗 不爱他能来 那你爱他什么呢 哪儿都 是 是 在那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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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一上来 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步步紧逼 一脸嫌弃 就是对你对面的 你的女朋友 我一丁点 我可能就是 心口不一吧 我一丁点都感受不到 她是你的女朋友 是你的爱人 你知道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只看得到对方身上的缺点 看不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吵 可以撕 但是不可以恶语相向 你知道往往伤害我们的 不是说身边那些冷漠的人 而是最亲近的枕边人的恶意相向 就是如果你的每句话里面都是画中带刺的话 你让他怎么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呢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就像要在一个身上拔刺 这个是很痛的 可是这个刺扎的深了以后 它欠进你的身体里以后 它本身就是一个义物 到底爱不爱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都已经用可能这个词了 那是什么样的感情 你应该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就是拔刺的一个过程 如果都放开了 是不是对彼此都好 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就好好吵架 多为对方着想 不要太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大化 谢谢 好